同学我们来看排列 首先看甲这个东西 就是直线排列 这直线排列 我们先来想一件事情 甲乙丙这三个人一起 骑一个三人的协力车 如图所示 我们不画图了 这三个人的做法好几种 但是有几种呢 我们先画一个数状图 甲乙丙 做第一个位置 甲如果做第一个位置 乙跟丙可能做第二个位置 这样子依序来做出来 那这样子总共会有六种 将N个不同的事物串成一列 我们要想想看 它有多少种排法呢 首先呢我们想 N个不同的事情 的事物要从左到右填入 N个空格 那第一个有N种 选择第二个N-1种 第三个N-2种 到第N个有一种 这些数据 一次为N-1到1 那我们用乘法原理来看 要填完这个N个空格 总共会有这么多种方式 N乘以N-1到2乘以1 这样子一直点下去 在过去我们曾经教过 这个东西我们也可以把它倒写成 一乘二乘到N嘛 这个是我们在第一章第一节传的数列的时候有讲过 接着我们来看 重要的性子把N个不同的事物串成一列 总共有这么多种排法 再来呢 n阶层就表示 n-1 一直乘乘乘乘到1 也就相当于1乘2乘到n 那我们读做n的阶层 那我们在这边 n个不同的失误排成一列 总共有n阶层种排法 记得不同 不同的失误 不同的失误 我这边拿个笔给它画起来 不同的失误 记得n个不同的失误 接着 再规定 0的阶层等于1 也就是0阶层等于1 在这边做一个练习 4阶层5阶层6阶层是多少 4阶层是多少 24 5阶层120 6阶层720 再来 来思考一下 学校举办读唱比赛 有6位同学参加报名 出场顺序由抽签来决定 总共有几种抽签的结果 是不是可以把它想成 6阶层种 720个 所以他抽签的结果有720种 再来练习 县长这个选举 5个人登记参选 由抽签来决定 他的顺序有几种可能的抽签结果 是不是 5阶层120种 好 接着我们再来看 探讨N个不同事物中 选取部分 选取部分不是全部了 刚刚是全部 现在是部分 现在这个部分 选出部分来 有几种不一样的选法呢 跟排法 糟糕 我用错了 应该是用键套 来 来 举例 5个人选3个人排成一排 排成一列 有多少种排法 我们想 有5个不同的事物 要填入3个不一样的空格 空格里面 来表示空格 可以填入的事物的可能情形 第一个格子 是不是5个 人可以让他选 第二个格子 是不是4个人可以让他选 因为第一个格子 已经选走一个 第三个格子 是不是剩下三个人 所以我们依序为5 4 3 那我们用乘法原理 可以把它 5个人选3个人排成一列 总共有5乘4乘3 这么多种不一样的排法 接着我们再来想 从N个不同的事物当中 任选K个 来排成一列 在这边记得有一个重要的条件 这重要的条件就是我们的这个K 要大于等于1 小于等于N K不可能比N还要大 对不对 K不可能比N还要大 记得K不能比N还要大 这是我们要记得的 接着我们来看 想有N个不同的事物 要逐一填入N个 K个空格 而这个就好像这件事情有K个步骤要完成 第一个步骤有N种方法 第二个步骤有N减1种方法 来想一下 到DK个步骤 这里小心一点 这K个步骤 并不是N减K 是N减K加1 这里是要小心的地方 因为通常很多人 现在看好像觉得 自己应该会 可是等到后来 常常就是自己 不小心会放错 而也有错的答案等着你填 第一个有N 第二个N减1 第三个N减2 到DK格有N减K加1 那你用乘法原理来看 把这N个不同的事物 选K个排成一列 总共有N N减1 N减2到N减K加1 全部乘起来 这种排法 我们用PN取K 我们就用N个东西 取K个出来排列 PN取K PN取K来做我们的 这个符号 也就是说 PN取K就是N 乘N减1 乘N减2 乘到N减K加1 乘到N减K加1 也可以把它想成这样 有N阶层 N阶层是不是相当于1到N 再除以N减K阶层 是不是1到N减K 这两个除完之后 是不是N从N减K加1 到N减K加2 到N减K加3 到点点点 到N减1 跟N全部乘起来 就是我们的 上面这一串 对不对 就是我们的上面这一串 好 接着我们再来看 直线排列 由N个不同的事物里面 选出K个来排成一列 这个K很重要 是要介于1跟N之间 我们的排法有P N取K种 那这样子是不是把它算出来 它的考法有两种 一种是你会列出这一个 我所画出来的 这一个N乘N减1 乘到N减K加1 另外一种是N阶层 除以N减K阶层 这两种 来练习这两个 P5取2 P5取2是5乘以4 也可以写成 5阶层除以3阶层 P5取5就是5 4 3 2 1 也可以写成5阶层 P10取3 可以写成10乘9乘8 也可以写成10阶层除以7阶层 好 接着某个歌手 抢从7首歌当中 选4首在签唱会当中 依序表演 请问他安排的方案有多少 就是7首 任选4首排成一列的方法的意思 就是P7取4 最后的答案就是我们要的 840种 再来练习2 想从6个参观的地点当中 依序选3个来参访 他的方法有几种排法 来看看6个选3个排成一列的方法 是P6取3 接着我们再来看 习题的第一题 IMO这个东西 现在有五个颜色 每个字母要填出一色 三个颜色 到各有一色 是不是总共要花三个颜色 而三个颜色在不同的字母上 每个字母填一个颜色 几种选择 是不是P5取3 这个543就是P5取3 再来习座的第一个题目 要算N的值 这个Pn取3 跟Pn-1取3 我们是不是可以把它变成 这个叫做 这个叫做白话文 这个叫做文言文 不对 这个叫文言文 这个叫白话文 弄成这个样子之后 我们还要再加注一个条件 就是我们的 N-1要大于等于3 N-1要大于等于3 也就是说N要大于等于4 N要大于等于4的话 接着我们来做 最后是不是可以 化减成4N等于5倍的N-3 N就等于15 接着我们再来看 课堂讲义的第三题 课堂讲义的第三题 Pn取3等于28倍的Pn取2 Pn取3 是不是可以写成 2N乘上2N-1 乘上2N-2 这连三个 Pn取2 是不是可以写成 N乘上N-1 我们把这个装起来 两倍的 N 2N乘上2N-1 2N-2 再等于28倍的N乘N-1 接着我们再来看 它有什么的条件 N是不是要大于等于2 N要大于等于2 所以基本上N要大于等于2的话 这个是不是N等于1 其实你有没有发现 我们等到真的要算 把这两框一起移到等号同一边 要把N-1提出公因式 它会有N等于1的解 可是N要大于等于2 我们势必不需要有N-1的解 所以可以把N-1 给它一起先开始的时候就除掉了 这样子做会比较简单一点 那这个同样的 这个N也可以提 提到等号同一边之后 提出公因式 是不是也提出N 跟N-1的N出来 那是不是也是N-0 就是N 它的解是0 0跟1都不会大于等于2 所以基本上后面剩下来 这个式子再去解 最后把N解出来 N就是我们要的 等于4 不过N-1的解释 就不过N-1的解释